夏天到了又是街頭籃球鬥牛的季節 想必很多球友們都蠢蠢欲動吧 蘋果體育中心今天邀請到兩位下半場電影的男主角 邵勳還有宣揚 來為大家介紹他們平常是使用什麼樣的鬥牛裝備 嗨大家好我是范邵勳 我在下半場裡面飾演江秀瑜 然後我是打控球後衛 可能是個人習慣吧 我沒有那麼喜歡包覆性的球鞋 因為我會覺得那讓我變得不靈活 所以我很喜歡摳皮系列就是他很輕 因為我很愛跳或是很愛跑 所以其實輕的鞋子對我來說是比較沒有負擔的 然後因為我個人是一個看我現在就是 我剛才打一下下來就已經全身都是汗了 其實我很不喜歡有些衣服 流汗之後他會全部黏在身上 坐在一起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他會排汗很快 這一系列就是我平常自己打球會穿的東西 好 大家好我是朱宣揚 然後我是在下半場飾演江東豪的 育英高中的控球後衛 通常會有那種裝備歌嘛 我不是那種 我通常會穿的很輕便 一開始我都會穿那種T恤啊 然後T恤就很多汗就很不舒服 所以通常再帶一件 所以之後我通常會比較穿排汗的 鞋子的話我通常會比較穿低桶 不會穿高桶 因為我覺得高桶會比較 整個包住打球很不方便啦 這樣旁邊有做一個圓弧的設計 他說其實這邊如果做一個圓弧的設計 所以他連你旁邊的時候其實也可以插到地面 所以會比較好自滑 讓你比較不會受傷 然後比較更有爆發力一點 你幹嘛 一升級一會 你快點停完整首囉 敲敲鍵盤 登入升級一會員